那麼這個單人沙發的坐墊 同樣你應該了解它的尺寸 比如說我們當初這個導圓角是2公分 以及它的這個本體的厚度是不是16 所以上下導圓角加上本體的厚度 你看這地方2公分 然後再16 接下來是2公分 所以它整體的這個厚度呢 應該是20公分才對 包含導圓角 就是說你從這裡到底部 它應該是20公分 好所以呢如果你用複製 但是再加上移動的話 我們就用20公分為基礎 好所以那假設你這個下方的這個坐墊呢 要疊上方的坐墊 而且是同一個坐墊那怎麼辦 你回到這個前視圖 我們按前視圖 然後前視圖你按這個按鈕 正視圖按它 它就往前方投影 好那這個你不要用透視了 你把它按這個鏡頭 然後你選擇平行投影 OK像這樣 因為這樣的話 你在做這個平移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那個景深的效果 OK好 現在呢 我們把東西選起來 有沒有 把這個群組物件選起來 注意喔你要群組喔 不然它會散開 然後去執行移動命令 好同學那單純的移動 這個你不用鎖點 不然它亂鎖 你的空間上指定一點 就是給它同步移動了 點它有沒有 它是不是就同步移動 看到嗎 OK那你就往上喔 同學那按Ctrl按鈕按一下 這樣變複製嘛 同學那在這個藍軸上 就是Z軸高度 你往上要打多少 20 20 enter 你看它剛好貼貼在一起 OK好 那再來 同學我們這個做墊呢 就做兩個就好了 那接下來同學我們來畫這個 左右的扶手 同學概念都是一樣的 OK好比如說我拉一個角度好了 像拉這邊 同學那我們簡單的設計 同學我們就非常簡單 同學我們的扶手呢 看一下 來同學扶手就是 待會在上式圖呢 去畫一個這個 矩形 懂得意思嗎 然後它的這個距離呢 同學我們這裡給它多少 我們這邊給它80 OK 然後扶手的厚度 同學你可以自己設計 看你要做16還做20都可以 同學那我做20好 因為我們練習做厚一點 同學那這個坐墊是20 上下坐墊是20 那我們人坐在這裡 那我們希望扶手高度突出來 也是給20好了 OK 也就是說扶手突出來的高度 就是20像這樣 上面還有一個就扶手那個面有沒有 OK 所以呢同學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做一個80乘20的這個 矩形呢 然後擠出厚度就是給它60 OK 好滿簡單的 那這我們就照了這個方式去做 同學你回到上式圖 那這個情況之下同學在左邊 同學如果從右邊畫也可以啊 看你的習慣是吧 他我們在左邊啊 然後按下這個矩形 好來空間上指定一點喔 任意喔 右上有拉伸 同學直接打X走的方向20 然後逗號給他那個80 按確認 這樣懂意思嗎 OK 好那再來 同學那我們還可以擠一個厚度 來按下那個3D的試圖按這裡 同學我們給他擠一個厚度 好拉到這個角度來 同學你按下那個按拉這個擠出 好那點這裡對不對 點他往上多少呢 給他60 確定這樣懂意思嗎 OK 好那你先不用急著組裝喔 因為我們還沒畫完對不對 來同學你這個 輸入法改成那個英文呢 按空白鍵 那邊選選取 同學我們這裡前面的部分給他倒圓角 那一樣的概念喔 同學給他倒多少 這個前後就上下左右的部分呢 給他倒這個半徑3了 這樣懂意思嗎 就要倒半徑3 OK底下也是一樣喔 同學底下這個地方不是還 我們下半部呢 這個地方一樣倒半徑3 半徑3 然後把它挖掉 OK喔 同學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同學我們在這個schedule 這個事件裡面 你要做 你可以用捲尺會比較 比較精準喔 按這裡 同學點他往這裡推多少呢 我們就給他這個3 Enter 這樣懂意思嗎 OK 好一樣繼續執行 點他往這裡給他3 Enter 好再選這個線段 往欄軸上給他3 Enter 這就是輔助線啊 點他給他3 Enter 好確定 好記得 同學我們開始做焦點跟焦點之間的這個相切 然後使用這個虎的指令按這裡 好來同學鎖一個焦點 左鍵 然後再鎖這裡 左鍵 再沿著它的那個切線方向 所以你給它抓到紫色的這個虎邊 像這樣 與邊緣相切 看到嗎 按左鍵 好那另外一側也是一樣 他就依序呢 把這4個圓角把它做完 有沒有按左鍵 OK 如果他沒有辦法顯示相切 那你可能要滾輪按著去轉一個角度 讓電腦去判斷 有時候電腦會判斷錯誤 然後點這裡 再點這裡 再給他相切 抓一個角度 像這樣 同學如果再不行的話 你就用畫虎的方式 OK 我現在相切 相切就四分之一圓 知道嗎 就像這樣 OK 那如果說你一直切不出來 看一下同學切不出來 就是按這個指令 有沒有 就是用虎的弧心開始起點終點畫虎 所以點這裡 你可以選這個弧心有沒有 弧心就焦急處 按這個十字焦急處 然後從這裡出發 這個點出發 左鍵 然後再畫下來 畫到底 等一下這樣也可以啦 同學就看你的那個習慣知道嗎 OK 好那我還是依然用這個指令 好比如說 左鍵 左鍵 然後直接 直接給他邊緣相切按左鍵 OK 像這樣 好 然後另外一側把它解完 比如說左鍵 左鍵 然後給他邊緣相切 左鍵 OK 好那切完之後 你把輔助線給他刪了 所以把這圈起來 按提的鍵 然後選起來按提的鍵 盡量讓輔助線單純 好那我們這個 直接給他 這個 擠出貫穿 按這裡就給他那個按拉 快點這裡 點一下 然後往這裡拉 到底先給他到底 讓電腦去記憶 這個 拉的這個狀況 比如到底 到面上按左鍵再挖掉了 然後這時候 你對著這個面 選到這個面 左鍵兩次就可以了 有沒有他就整個執行了 底下也是一樣 這樣懂意思吧 OK 好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這個 這個 兩側方向的圓角半徑二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單一方向是半徑三 這邊是半徑三 這邊是半徑三 對不對 可是我們希望這裡的方向有沒有 還有這樣過來對不對 他們都給他半徑二 那怎麼做 跟我們剛剛做電視一樣的 我們全部用路徑跟隨放樣命令 OK 好所以請你把前面這個面的點 他把它刪掉 然後後面一樣把它挖掉 知道嗎 按跌鍵把它挖掉 OK 好 那再來 那我們必須在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這路徑 路徑是不是立起來 這邊是路徑 PASS 路徑命令 路徑的這個輪廓的位置 你的截面應該跟他垂直 所以待會應該在上市圖 上市圖 因為現在路徑是往前面開始立起來 所以在上市圖裡面畫什麼 我們去畫一個這樣的圖 有沒有 就畫一個這樣子的圓角 這個 OK 就我們之前講過這個概念 放大一點來做 你就畫一個圓角半徑二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二 這個地方二 然後再畫一個湖邊 它會形成一個面玉有沒有 那我們到時候 我們到時候拿來做路徑跟隨放樣 OK 那後面也要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畫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們待會介紹那個 拷貝之後呢 給他這個比例 比例的這個這個 這個近色效果 OK 好所以呢 我們先回到上市圖 好 我先把這個截面給他畫出來 比如說按這個線有沒有 快 你在旁邊哦 你不要鎖點在旁邊哦 OK 好左鍵 往右畫給他2 Enter 然後再往下給他2 Enter 有沒有 然後也有時間結束命令 好接下來呢 我們按這個 湖邊 有沒有 湖心 其中點畫湖 比如說點這裡 湖心左鍵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出發也可以 他會左鍵他畫下來 左鍵這樣都會是嗎 這單一方向OK 好 那如果另外一側要做的話呢 湖邊 我們待會可以給他近色 好湖邊你先 呃你先坐到這邊好了 湖邊我們先那個不要太快 湖邊先試一下 2 4 4 4 5 5 5 6 5